大家好,我是轩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脂肪最怕的汤 可以让你在一个月的时间瘦上15斤 尤其是对于剪掉大肚兰是非常有帮助 首先我们准备一把绿豆芽 绿豆芽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皆有出产 绿豆芽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多种维生素、纤维素 胡萝卜素、尼克酸和铃鲜等矿物质 具有清热解毒、美容减肥、改善视力的功效 绿豆芽中的维生素C、膳食纤维都非常丰富 能排毒养颜助记肠胃到蠕动、消脂排便 再加上绿豆芽热量低 因此要减肥瘦身 排毒养颜的女性朋友可以时常的多吃一些豆芽 豆芽热量非常的低 特别适合减肥期间食用 我们把豆芽清洗干净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干的裙带菜 先把裙带菜用50度的温开水泡发一下 美国科学发现裙带菜中含有一种叫做盐藻黄的物质 这种物质能够激活人体内的一种用于分解脂肪的蛋白质 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 除了能减肥 盐藻黄对于糖尿病有着不错的治疗作用 它能促进肝脏合成的DHA的脂肪酸 从而抑制糖尿病 另外裙带菜对于杀死前列腺癌细胞也有一定的作用 裙带菜可以有效的补充微量元素 对于降糖有好处 而且还可以减肥 长吃可以提高体质增加免疫力 这个裙带菜用温水泡发只需要5分钟就满满的一大盆 泡发好的裙带菜我们不需要怎么清洗 因为这个裙带菜非常的干净 我们把它简单的抓一下 在案板上再用刀把裙带菜稍微切小块一些 这样更方便食用 裙带菜和海带有一些相似 但是营养价值具有很大不同 裙带菜含点量比海带要高很多 并且减肥效果比海带要好 从口感上来看裙带菜吃起来比较免卵 海带吃起来口感比较爽脆好吃 切好的裙带菜我们把它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块嫩豆腐 豆腐的热量是特别的低 主要的成分是一些蛋白质对人体有比较好的营养作用 反而不增加负担的能量 另外豆腐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大豆软离子 大豆软离子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腹感 可以减少食物的摄入 减少脂肪的形成 另外优质的大豆蛋白质能够制造我们的肌肉 促进我们身体的代谢 豆腐中含有很多的大豆多糖 可以预防便秘的发生 促进胃肠道排出更多的毒素豆腐 我们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把它装入碗里 再加入滚烫的开水 把豆腐烫一下 这一步可以很好地去除豆腐里面的豆腥味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西红柿 我们先把西红柿清洗干净 西红柿是在我们餐桌上很常见的一种蔬菜 但却又有着不平常的功效 西红柿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C和B组维生素 尤其是维生素P的含料居蔬菜之冠 西红柿富含苹果酸 柠檬酸等有机酸 能够促进胃液费蜜 增加胃酸浓度 有帮助消化润肠通便的作用 另外西红柿是热量非常低的减肥佳品 含有丰富的水分和膳食纤维 不仅让人容易有饱腹感 还可以促进排除代谢废物 对于减肥效果特别的好 另外西红柿含有钾 能够助击血液中的耐盐排出 有降压利尿消肿的作用 适量的吃一些西红柿 可以调节血压 西红柿含有番茄红素 该物质具有独特的抗氧化作用 可减少体内的自由基 防止自由基对皮肤的破坏 故时用西红柿 具有一定美容养颜的效果 西红柿的皮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 维生素A维生素C 具有防癌抗癌 提高人体免疫力 美容养颜的功效 建议大家吃西红柿的时候 最好带着皮吃 切好的西红柿 我们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在碗里 打入一颗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打成蛋液 鸡蛋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 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维生素和其他微量元素 钾、钠、铭、铭等 这些营养能够帮助人杀脂肪 促进新陈代谢 每天吃上一颗鸡蛋 可以补充蛋白质增加饱腹感 因此吃鸡蛋对减肥有辅助作用 鸡蛋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的高 蛋白质是人体日常所需的一种物质 在减肥期间吃鸡蛋能够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 提高人体的基础代谢 接下来我们锅里加入一点点食用油 先把西红柿下锅翻炒出汁 大约炒至两分钟左右 西红柿的汁就炒出来了 西红柿汁炒出来后 我们再把豆芽加进来翻炒一下 翻炒好的豆芽 我们加入适量的开水 加入开水可以缩短我们煮制的时间 用大火煮开 煮开之后我们把嫩豆腐和裙带菜也倒入进来煮 继续再用大火煮 裙带菜是不宜久煮 否则会影响它的口感和营养 大约煮3-5分钟左右就可以 然后把鸡蛋液均匀的淋入锅中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或者底下留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这一道减脂肠调味料不需要放其他 只需要放盐就可以 简单调一下味 再用锅铲翻拌均匀 把盐搅至融化 像这样一道特别美味的裙带菜豆腐汤就做好了 这道裙带菜豆腐汤它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好喝 并且食用之后饱腹感特别的强 对于脂肪有非常好的分解作用 如果想要快速瘦下来可以每天晚上吃上一碗裙带菜豆腐汤 把它当成晚餐代餐食用 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轻轻松松瘦上15斤没有问题 豆腐鸡蛋裙带菜都是高蛋白营养丰富 还能促进胃肠到蠕动的减肥食品 效果非常的好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